不过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把自己给调好 来 雁宽老师你现在要教什么呢 免疫负债 既然负债就要赶紧赚钱 然后要有足够的存款 马上跟老师来学一个强废式 人人都可以练 两手从丹田这个地方 慢慢的伸上来 到了我们的肩膀 转我手臂手腕 打开来之后向下落 所以人人都可以练 你知道在这三年当中 我的学生持续在练功 因为他们有发现 唯一能做的就是练练气功 那气功最重要呢 就是要让气血畅通 那气血畅通呢 在这个西方医学里面讲 心塵代谢要好 所以心塵代谢好 然后呢 我每天练习帮助就很大咯 刚才陈医师给我们看了这个X光片 你看到这个动作 第一个 我的肩膀抬起来 然后我整个胸腔会起来 特别到肺的这个末端 整个它就会做一个伸展 然后呢 转我的手腕 然后打开来 那现在秘诀就来咯 不是挺胸 是我起来的时候 我的丹田小腹要吸体 所以它是由下方 因为吸体 所以胸腔它撑开来 不是只是大家觉得 我这样挺胸就有了 不是这样子挺胸 我是要从丹田吊气上来 好 那为什么要抬肩膀 因为我们的胸腔只要肩膀这么一抬 胸腔就扩张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所以这个气功 老师如果不教 你永远不知道我在练什么 秘诀就在这个地方 当我要转弯的时候 我大拇指要往内抠 因为这是我的肺筋 大拇指往内抠 然后再转 你有没有看到其实我的手 有一点老虎的胡爪 有有有 这个是五情系的这个胡爪 好 落下来之后 我现在要把肺收缩 小腹提 向上伸 肩膀提 转手腕 通肺筋 刚才的伸展 现在要收缩 还要出声音 我的小孩子在两岁的时候 也是有感染到这个梅将军 然后因为他们从小就看爸爸练气功 他们就会跟着做 这个一做那个弹就出来了 一边做就咳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法 你看又不难 全家大小 阿公阿嬷跟孙子都可以一起练 我们时间太珍贵 同时教功 同时跟大家讲应该怎么做 手握拳在我的身体的两侧 左脚往前出去的时候 你看一下 要特写我的脚跟 我是把我的脚尖翘起来 然后落地重心向前 然后手慢慢的起 从头顶 手落下来的同时 你看我的脚尖再次的翘起来 这个时候调动我的足三阴晶 这个气就补回来 脚收回 另外一只脚 记得脚跟出 重心往前站 人有三宝 精气神 这个是在皇帝里面讲的 首先一定要先人补 人补了之后 我才能够启动 其他的这个功能 那怎么样可以补呢 我的气血 第一个要畅通 所以刚才有提到这个穿袜子也好 或者是刚才说脚踩地也好 为了都是要训练我们的下肢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这个功法 要脚尖翘起来 这就是调动我的涌拳穴 落下的时候 气从下方起 然后慢慢的收回来 那你会看到我今天的动作都比较慢 为什么 因为冬天的时候 功法要慢 才能够补 好 那我们说天人相应 这个是道家修炼 皇帝内经里面讲的 天地是相应的 那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总原则 人的气一定要通 气通了之后 才能够接受到地补 地补有什么 地有三宝 水火风 水就是湿度 它可以补肾的 火就是温度可以补心气的 然后我们的风是可以调干气的 那一个总原则 韩国瑜练三十年 它可以刺脚踩在地上 观众朋友 你从来没练过 你现在也去打刺脚 你站在地上 含气反而会入身 所以它能做是因为 它有这样子的基础 那特别女生 有一个禁忌 月经来的前三天 脚不碰地上 不然会含气从我们的圣经 一路上身入宫 这就会伤了这个子宫 将来会有很多的 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 好 当我的气都通的时候 这个动作就可以采 天有三宝日月星 这个时候气从我的百会 下来之后 收到丹田来 好 最后的秘诀在这里 当你练成功了之后 收回来 还要跺地 这样子一跺地 全身的气 由下往上 从涌拳到百会 全身的气血 畅通 那叶宽老师 所以养生功法上面 还可以怎么帮忙 好 我们来做一个 这个颤掌摇颅法 两手放松 先动一动 甩手一下 我们来做颤掌 左脚往前一步的时候 我的手从后方 开始颤掌向前 到了前方之后 这里有一个重点 后脚跟一定要踩在地上 我要调动我的肾气 到了前方之后 转掌拉回来 你看这个动作像不像 在划船 在咬鲁 所以这个咬鲁 以前就是 苏东坡最爱的一个功法之一 因为他那时候 被下放到江南 那湿气中 这个动作可以去湿气 补肾气 所以颤掌可以疏通 那记得 你看我的颤掌是快 可是我挪动的时候是慢的 所以这里面有阴阳的调和 拉回来 也要慢慢地拉回来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